好 那么有关人民币加入SDR的特别节目到这儿马上要告一段落了 我们最后再请邵博士做一个总结 我觉得其实应当说人民币加入SDR只是新的增程的开始 它就意味着我们刚才提到的 比方说汇率利率的市场化 金融机构的强化 资本市场的深化 以及金融监管的优化 最终开放资本账户 它即将马上要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为此做好准备 让中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 变成一个真正的金融大国 好 谢谢邵博士 应该说人民币正式成为自由使用的货币 这会是国际金融体系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那么就像刚才邵博士所说的 加入SDR它不是国际化的一个终点 而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强有力的一个助推计 是一个新的起点 你要想成为真正的国际的储备货币 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好 那么有关这个SDR更为详细的报道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